大家好,昨天我过来找牛大利,我发现了一窝蜜蜂 就在这里,这窝蜂应该有人知道了,然后他拿那个石头堵住他的洞口 现在里面的那些蜂皮啊,他已经鼓出来了 你看都堆到外面来了,不知道这窝蜂大不大 现在我已经找工具过来了 好,现在我挖开看一下里面那蜂蜜有没有 嗯,感觉这窝蜂很小人呐 这边还有一个洞这样通过去 不知道这窝蜂大不大 来,过去吧 哎呦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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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皮老皮都没蜂蜜 等一会要是有蜂蜜的话我们留给他 和药蜜ical 哇,这床,哦,这里有风雨哦 这些都是旧的风潮咯 我们拿出来让它重新筑潮也好啊 要不然这种潮它也没那么牢固了 哎呦,好像有风虫了哦 你看它上面有风虫了,把这种取出来 它就没有风虫了,要不然它也待不了 有风虫它们也待不了多久 有了风虫之后,这些蜜蜂基本上是待不了了 就会跑光了 你看,这一块都发霉了啊 所以里面它风虫呆多了 你看,都是老的 这些皮全部都是老的 现在我要把这个洞里面加大,给它加宽度 然后它继续住呢,就会造出很多的皮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啊 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啊 现在我怀疑,这两个洞呢,不同一窝蜂 它应该有两窝 因为,你看,这里这么大一个洞口 那蜜蜂不装这里 很多蜜蜂都装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看着它们很有顺势的 你看,它们互相不相犯了 你看,它们乖乖的装到那里 然后这边又装那里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有两窝 堵住上 我有两窝呢 两窝 看那个 这窝有蜂蜜 那蜜蜂里就松 这块有一点蜜了 这边的蜜蜂好多啊 钉一口啊 那个手都很肿 我现在以前我经常被蜜蜂遮 都没那么痛 然后这边手被钉了一下 你看,现在已经酸痛了 这边的蜜蜂怎么那么猛 这边的蜜蜂 都痛死了 留一块在里面 我要取完 让它们继续做潮 让它们过冬 现在我把它堵上 这里把它堆起来埋了 要不然被人过来的话 它发现这里有 一种风这样子 这蜂蜜刚有几片 应该有一斤多 这样 就这样吧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现在我要去找牛大利 还有那个叫五指茅桃 这里有一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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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